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海外输入个案的增加 使香港的疫情更加严峻 3月23日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从25日开始 所有非香港居民搭乘飞机抵港 将不准入境 这项政策为期14天 此外香港国际机场将停止一届转机服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随着大量香港居民返港 海外输入个案急速增加 香港社会已出现了社区感染的群组 在这种情况下 特区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防疫抗疫措施 减少海外输入个案 并切断病毒在社会上的传播链 我们建议是 由星期三 3月25日凌晨开始 暂时为期是14天 第一 所有非香港居民 从海外国家或者地区 乘搭飞机抵港 将不准入境 第二 从内地 澳门 和台湾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 如果他过去14天 曾经到过海外国家和地区 也都不准入境 第三 香港国际机场 将停止一切的转机服务 林郑月娥宣布 25日起 所有从澳门 台湾入境的人士 也都必须接受14日强制检疫 所有从欧洲 美国抵港的人士 将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他强调 执法部门将以更加严厉的手段 打击违反检疫令的人士 这些人士将有可能被送入禁闭式的检疫中心 完成强制检疫 甚至有可能受到监控 近期因市民在酒吧等娱乐场所的娱乐消遣行为 带来病毒传播 林郑月娥建议全港 与8000间持有酒牌的酒吧 14 停止售卖酒类饮品 同时希望酒楼和餐厅 自发采取减少市民聚餐的措施 如果这些自发性的行为 发觉是无效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制定有关的法例 事实上在我们制定有关禁止停止售卖 和供应酒类饮品的法例的同时 我们都会在这个法例里面做一些付权的工作 让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可以迅速回应 进一步去管控这些酒楼食市的营运模式 例如将它的营运时间缩短 例如限制它们的座位数目等等 此外林郑月娥呼吁私人会所 停止开放康乐体育设施 更衣室寄供幼儿玩乐的设施 以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